大家好 我是自由黨青聯團外務副主席 傅全庫 今天上來就是想講政改 講起政改 就令我想起 另一個我在最近的一個節目裡面 邀請了一位嘉賓 上來跟我分享關於股票市場的走勢 未來發展 他講了一個道理 令我想起其實跟政改也很有關係 他就說在股票市場上 為何有些人可以經常贏大錢 有些人經常會輸錢 他就說 最主要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貪心 這件事 我覺得跟現在政改局面 都是很相似的 我們現在如果能夠實現到 2017年一人一票去選這個特首 無論如何 都是比我們以前的選舉委員會的1200人投票 是一個大的進步 我們與其是原地踏步 我們如果能夠向前走一步 對香港是絕對有益處的 另外 政改在過去的年幾兩年 一直都纏繞了香港社會很久 無論是新聞 輿論 或者是論壇 所有節目的話題都只是講政改 這件事其實對香港影響非常之大 在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推出的政策 例如說全民退步 例如說很多第三條跑道 各方面的政策上的討論 都是因為政改 令到他們的篇幅是非常之少的 這件事對香港未來長遠的社會影響是非常之深遠 所以我們希望假若當立法會投票去通過 或者不通過這個政改都好 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們香港能夠拋下這個包袱 繼續向前走 繼續發展 繼續去討論一些我們應該要關注的民生 或者各方面政策的議題